近日,刚上线的一部小短剧《明月季军心》引起热议,是观众期待已久的悬疑类爱情小短剧,故事题材新颖,制作精良且叙事清楚。 上线后,这部作品几乎没有看到差评,以其颇有张力的故事情节迅速拉高了收视。 令观众没想的是,这部小制作也能媲美大剧,不管是集数少还是播放时间短,都能够反馈出很吸引观众的内容, 这已经成功了大半。 不得不说《明月季军心》,开播救货好评不是没有原因的,而且剧中的主演是关键。 《明月季军心》讲述的是晋国将军之子萧綦峰,与宁国公主国婚的当晚却发生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, 一副穿着轻衣的骸骨赫然出现在废景之中,此事迅速引起了轩然大波。 安后有三个人争相认罪,导致事件再一次陷入僵局。 在晋国皇后竟险些遭遇刺杀后,萧府上下笼罩起一片疑云,随着时间的推移, 青衣海谷背后的一系列真相终于慢慢地浮出了水面,谁都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结果。 仅从题材和故事来看,这部小短剧的悬疑感已经有了, 而且从播出的剧情来看,故事非常紧凑,因为每集只有十分钟的剧情, 所以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的现象。 这部小短剧一共只有16集,加起来也不过160分钟的剧情,就像看一部电影。 林月季军心之所以被观众追捧,其实也不全是因为剧集打造的质量非常高, 而是故事性比较强。 放在众多的商业类型剧中,这部作品无疑是摆脱了诸多的负面标签, 能够让观众在看的时候很快地融入到其中,紧跟着出现的一个个线索而去追寻最后的答案。 今年上线了众多的古装剧,而且有很多实现大爆, 但爆火的背后,不是流量演员带来的效应就是剧集内容确实不错, 这两大原因缺一不可。 对比林月季军心的内容来看,不仅时间非常短, 而且只有短短的十六集,似乎根本占不到什么优势, 但既然能够有热度,必定有其特殊之处。 回到这部作品本身,可以从刚开播的内容中看到, 刚开始就是紧扣心弦的剧情。 两国激烈交战,一方战败, 而战败国在很无奈的情况下就将公主远嫁到了胜利国, 看似有点扯是不是? 但剧情的确是这样的安排的, 只能说编剧的脑洞确实够大。 随着剧情的推进, 战败国的公主大婚之日, 没想到跟随而来的却是一群女兵, 这背后的意图是什么? 战败国试图在公主大婚当天在现场刺杀皇亲国妻, 来一个反败为胜, 没想到计划不仅没有落成, 反而差点被瓮中捉鞭。 战败国的不甘心到此并未结束, 但随后就出现了比较离奇的一幕, 当将军府的深水井生出来一个绿衣服的女子时, 事情开始发生了巨大的转折。 调查刚开始之际, 没想到大将军和自己的夫人就首先认罪, 承认井中出现的女人是被自己谋害。 但没想到, 大将军夫人的说辞却是另一回事, 这就导致事件变得扑朔迷离, 到这已经有观众进入到剧情中, 就想看看后续的内容如何, 由此这部小短剧的收视就有了。 不过在这部小短剧中, 作为主演的观唱是剧中的重点, 他带来的角色非常有灵动性, 没想到竟然会在小短剧中看到如此惊艳的表现。 在剧中, 他饰演的是肃秦, 一个非常有灵气的角色, 而且他的形象和气质与剧中角色的贴合度非常高, 可以说是本色出演了。 剧中有很多颇有张力的桥段, 都是肃秦带来的, 比如长官宁国公主时, 脸上的那股痕劲已经将正房的气质拿捏住了。 虽然是小短剧, 但明月季军心还是有不错的地方值得一看, 而且剧集内容较短又有故事性, 非常适合闲暇之余追剧, 还不会耽误太多的时间。